记得上映那天是冒雨去看的这部电影 为了去看我的小可爱迪丽热巴而去 我还是和微博上某些人想看郭晶飞的正好相反 因为预告片藏了太多的亮点吸引了我 故事还算有心意 轻松搞笑 吐槽下郭晶飞颜值和热巴不在一个水平线 不过不影响有才华的郭老师演技的发挥 我觉得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眼中爱情的本质 面包和爱情你到底会选哪一个 这个天平永远在晃动 当然有些人也是很幸运地遇到了爱情面包都有 但是我觉得遇到对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遇到又有爱情又能给你面包的真的是难上加难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单身的原因吧 迪丽热巴饰演拜金又爱收食品的刘佳音 可以说是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但是破产让他遇见抠门的话剧演员王继伟 他开始变得渐渐不在拜金 主要原因是没钱买收食品 还有就是他喜欢上了这个极度抠门的男人 并且开始和他一起为新的生活而奋斗 爱情很奇妙地改变了一个人 在没有物质支撑下也能够快乐甜蜜 但生活是现实残酷的 没钱就只能抠门过活 有钱就可以肆利潇洒 尽管如此 相爱的人在一起在苦在泪也是会幸福的 没有那么多面包也能过得很甜蜜 郭晶飞的演技虽然不是很精湛 但是可以说是很有潜力的 再加上题材本身是爱情喜剧 限制了郭老师的演技发挥 当然我觉得电影里郭晶飞是多才多艺的 作为电影里的话剧演员 能够卖得了高价卡通鸡蛋 谁得了家坊店的大床 还能制作丁制的盒饭 展现了没钱又抠门的他学习的各种技能 和热巴的拜金女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盒饭出现食物中毒问题 他也是一人扛起所有责任 生怕热巴受到各种委屈 塑造出一个负责任护着女友的好男人形象 作为迪丽热巴23岁时期的作品 现在看起来可能作品基础有些薄弱 演技也有些青涩 但是和郭晶飞老师搭档 还是给予很多欢笑啊 细节上的表现也没有去太多挑剔 构思和戏剧冲突的设置其实还好 过节奏和场面调度还算及格 导演想说的有很多 但说出来的又很少 贫穷和富有的深刻对比没有在抠和买之间表现出来有点遗憾 不过不失为一步逗人一笑的喜剧 爱情和面包是个矛盾的话题 当你有了面包可能就没有爱情 就像大鹏饰演的土豪因为热巴浪夫 为了这个原因才再次找到他 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 但是为了帮爱人甘愿分担巨额赔偿费 热巴只能无奈地离开郭晶飞 爱情给了人们甜蜜和幸福 但是在没钱的情况下 任何事都是困难的 郭晶飞和热巴租的房子虽然很简陋 而且电路还出了问题电到了自己 即使在这种困难的生活条件下 只要和爱人在一起 在哪住都是天堂 两个人的生活背景也是矛盾的体现 热巴是有钱有靠山的拜金女 郭晶飞是穷苦抠门的话剧演员 但是就算是云一之别的差异 但是爱情和缘分两个人还是在一起 也反映了爱情中的性格矛盾 也许这个人严肃沉闷 另一半可能就是活泼开朗 但这不是绝对的 也有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相近的性格 这有可能就是出现夫妻脸的原因吧 因为是一部爱情电影 所以电影的色调还是相对柔和的 让我看完觉得真的是甜蜜温暖 有一种恋爱的气息在慢慢蔓延 两人出狱的时候是在热巴准备要出租的房子 拍摄的时候是坐着朝阳的吧台 太阳的光线加上滤镜的运用搭配 色调非常和谐 不仅使得整个画面柔和具有感染性 似乎也在暗示着两人会有感情线的发展 我超级喜欢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突然想起的那段背景音乐 没记错的话是一小段抒情浪漫的爵士乐 两个人在这种氛围下 感情慢慢地升温 让观众很有代入感 爱情和面包真的很难抉择 有人选择了面包 我觉得没必要看不起别人 都有自个的选择权利 没人能替别人做主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其实爱情让人幸福 但是没有爱情请继续爱你自己 也许有一天你的它会找到你 没有面包也不要轻易放弃 因为只要你肯努力面包总会有的 而爱情也会不期而遇的 好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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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